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刷牙的时候 今天我对着金子李的自己突然灵光一场 悟到了为什么中国各地都在积极封城 之前也说过,中国近年经济不景气 连收服李大人都要跑到地方上 向各地大员讨口子,压力之大可见一半 所以才说被中央点名的几个城市 为了应付中央的要求 估计都难逃被炸钢的命运 这里就不多说了,感兴趣了可以去挖坟 但是,其他没被点名的城市,为啥也要封城 这里我就站在各地方党委书记的角度 为大家爽一笔仗 经济上,今年哪个城市表现都不太好 生怕被中央盯上,以后变成奶牛勇士不得放射 枪打出铜鸟,既然你这么有钱 为什么不销进中央呢 政治上,封城属于积极向党中央核心靠拢 肯定是万无一失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通过封城 可以把今年经济下行的锅甩给中央 哎,为了执行中央布置的任务 连GDP都可以升升 我对中央的忠诚天地可见 所以下一次提报中央委员的时候 能不能优先考虑一下我老人家呢 之前我也说过 中国官员都是把这下来行当做升官的垫脚石 积极执行封城 既可以让自己的亲族通过垄断生意狂捞一笔 还可以再捞一笔政治资本 再来零两次的好事 地方官要不抢着做 那就老子有问题了 当然受苦的永远是老百姓 不过话说回了 老百姓不就是用来受苦的吗 说一句话 封城就是正义 只有把清廷坚持到底 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加繁荣产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